大家好,我是街號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大吉大力天秤 那這個大吉大力天秤呢 其實呢,上市到現在呢 銷售量包含了數據的發酵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我街號呢,想要反譜歸真 重新再來錄製一次這個天秤的介紹 順便跟釣友分享 我自己配置的釣法是什麼樣 OK來,大吉大力01版本 01版本它就是一樣 三個版本都一樣,都是60公分長 總長60公分長以外 來,我們的 鉛就是掛置在這邊 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示範 鉛就是掛置在這邊 我們紫線就是掛置在這邊 我們在高速下線的時候 我們線盃還是要稍微擋一下 線比較不會翻過來 這個是01版本,02版本03版本 操作都一模一樣 它只是外觀上的差異 等一下會解釋給你們聽 OK,這是01版本 01版本我建議使用的鉛 大概在1.5斤以內以下 會比較好 這顆比較不會跑進來 因為我們在撞擊地面 鉛在撞擊地面 等一下會示範給你們看 OK來,這個先放旁邊 第二個02版本的部分 因為怕鉛 這個鉛長時間撞擊 背中鉛兩斤三斤很容易去 這個卡上來 所以在這邊有加一個熱搜版的配置 這個是02版本的部分 好,那03版本的部分呢 全部配置好 三顆都是 三顆都是五號培靈的配置 都可以看一下 三顆都是五號培靈的配置 03版本是我最愛用的版本 為什麼 它不管是 早上 晚上 晚上它會發揮大大的效益 就是這一條夜光條 我們MIT的夜光條 非常的亮 我們在深海的時候 這一條會發出 就是夜光條嘛 它會發光嘛 魚會增加 魚的舊有機率 不要懷疑 那這個也是我們跟很多的船長 大家集思廣義 討論出來 加一個夜光條的部分 這個是比較屬於我們聯合這個 炸奇大力的特色的部分之一 OK 那我正常我配置是什麼配置 我大部分會採用這個 白鐵培靈轉圍 你們會說建號為什麼只要一顆培靈 我跟你講要五顆培靈也可以 無所謂 取決於個人 這個只是介紹的短片 這些配置只是我李建號 單純的配置 簡配 你們要去精進它 或者是要鑽研它隨便 OK啦 第一個母線出來 PE線綁完這個 黑靈之後呢 我就直接掛我的幼耳籠 我就直接掛我的幼耳籠 譬如說我從這邊掛好了 掛我的幼耳籠 幼耳籠進來呢 下面我這邊 這個部分我會把它拆掉 甚至說我會直接用一個 我們聯合跟鬼潤開發的 大包裝的這個魔術專利別針 雙頭轉的喔 魔術專利別針 直接扣上去 扣上去 這個是我的配置方法 這樣子 來 建議你來轉一下這個幼耳籠 它比較會轉 我們在 我們在拉線在打耳的時候 它比較會轉 我們在拉線在打耳的時候 它比較會轉 那你們也可以把這個別針 它原本尬的把它剪掉 直接尬上來 你可以 那牽的部分呢 它就直接是像這樣子配置 我李建號呢 就會在一個魔術別針 它會轉 它會轉 它這個是可以旋轉的 它這個是可以旋轉的 我就直接尬上來 那指線就不用說啦 就一樣啊 魔術別針 不要懷疑 我都是用魔術別針 你們會說這樣子我不會爆嗎 可能我還沒釣過很大的魚 還沒有爆過 目前實測到現在還沒有爆過 這樣子做配置 非常快速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 殘線 難免會跟旁邊的釣友會殘線 難免會跟旁邊的釣友會殘線 這個時候我只要把我這個魔術別針 這邊的培林 魔術別針 不是魔術別針 培林的高轉 拔起來 整組 就給那個釣友去解 或者是說整組我拿起來先放航邊 趕快另外一組再直接連接下來 OK 那這個以上都是我的推廣 那這個魔術別針 我很推廣就是它的斷切力道非常的高 它的二號斷切力道呢 有高達呢 這個一號拿一號來講 一號的部分呢 一號比較粗 有101一把 大概等於50公斤的斷切力道 非常夠力 而且這都是台灣鬼人公司 MIT的產品 那這個是我理介紹配置 大吉大利的敲擊方法 我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也歡迎你們下方留言討論 OK